二十二课阅读与思考 过分强调 作文 观点 客观 全面 转变 观念 火柴 灰 一旦 王公 王子 属于 对待 交换 拥有 巨大 承认 人性 完美 难免 疼爱 平等 自私 倾向 理由 道德 自从 童话 价值 单纯 主张 知感 卖火柴 的小女孩 灰姑娘 很多家长可能过分强调阅读的作用 觉得 多读书 就能够把作文写得特别好 这个观点是不客观 不全面的 我们需要转变自己的观念 我曾经听一位美国的小学老师说 他们十分重视和学生一起讨论问题 比如 他们讨论过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写给谁看的 还讨论过灰姑娘的故事 老师讲完故事之后 问同学们 灰姑娘 一旦进了这个王宫 成为王子的心上人 她的梦想实现了 一切幸福都属于她之后 这时 她应该怎样对待她的继母 应该怎样对待她的两个姐姐 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 因为这是一种情感交换 老师和学生通过讨论得出的结论是 一个已经拥有巨大幸福的人 应该原谅和理解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 另外还要承认人性中那些先天的不完美 就是说 作为一个母亲 在自己的亲生女儿和不是亲生的灰姑娘之间 难免会更疼爱自己亲生的女儿 很难完全平等地对待她们 可能你觉得继母很自私 但这种行为有自然倾向的理由 与道德没有必然的关系 自从我听说了这件事 就开始思考应该如何阅读 除了阅读还应该做什么 你看这个老师在讲童话的时候 已经在有意识地把这种情感影响 甚至把人性的价值判断都给了孩子们 如果只是单纯地主张阅读 而不强调思考 那是片面的 知识两个字 我始终认为 它是要分开来谈的 知就是知感 识就是认识 所谓知感就是别人告诉你 说给你听 要求你记住的那一部分 但只有这一部分是不够的 还要有认识 思考 一旦 长大后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 女人一旦做了母亲 就变得矛盾了 灰姑娘 一旦进了这个王宫 应该怎样对待她的继母 应该怎样对待她的两个姐姐 所谓私人空间 是指我们身体周围的一定的空间 一旦有人闯入这个空间 我们就会感觉不舒服 不自在 明年就要毕业了 明年就要毕业了 你有什么计划 我每天都听中文广播 但感觉听力水平还是没有提高 天冷了 多穿点 难免 刚开始工作 这样的错误是难免的 朋友间难免会产生矛盾 误会 甚至是伤害 作为一个母亲 在自己的亲生女儿 和不是亲生的灰姑娘之间 难免会更疼爱自己亲生的女儿 很难完全平等地对待她们 这孩子真是太淘气了 刚刚退休的老人 马上就要考试了 我觉得很紧张 自从 自从城市出现后 他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 自从有了长大后成为作家 这个理想之后 他每天都坚持写作 自从我听说了这件事 就开始思考 应该如何阅读 除了阅读 还应该做什么 自从我来中国以后 我的观念就转变了 你跟你同屋 现在的关系怎么样 承认事实 承认错误 转变方法 转变方式 转变观念 转变思路 转变态度 交换物品 交换位置 交换意见 有主张 坚持主张 完美的人 完美的世界 完美的生活 完美的婚姻 完美的计划 平等的地位 平等的待遇 平等的权利 自私的人 自私的想法 自私的行为 过分的强调 过分的追求 全面的看 全面的了解 全面的思考 全面的发展 认真对待 正确对待 冷静对待 客观对待 公平的对待 平等 公平 作为一个母亲 在自己的亲生女儿 和不是亲生的 灰姑娘之间 难免会更疼爱 自己亲生的女儿 很难完全平等 公平地对待她们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我们应当 公平竞争 现实社会中 女人与男人 有时并不平等 我认为 公司 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不够公平 我认为 公司 对这次事情的处理 不够公平 机会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平等的 机会 对每个人来说 都是平等的 这次比赛 很公平 没有什么问题 作为法官 你做事 应该公平 人 生来是平等的 人人都有 人 生来是平等的 人人都有权 追求自由和幸福 承认 过分 价值 客观 理由 主张 虽然 这次的错误 有点严重 你也应该 勇敢地 承认 人都是有感情 甚至自私的 很难做到 任何时候 都很 客观 你的这个建议 很有价值 我马上告诉 总裁 他主张 将会议地点 改在上海 因为 这次的合作伙伴 对我们来说 非常重要 你这种做法 太过分了 我不能接受 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好的理由 解释清楚 你为什么这么做 你可以试着转变一下思路 可能会快一点解决问题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 这次新产品销售 这次新产品销售的不好的理由是 你可以试着转变一下思路 可能会快一点解决问题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 我觉得这部电影很不错 这次新产品销售的不好的原因是 宣传推广做得不够 它太单纯了 这样很容易被人骗 交换意见 转变观念 属于我们 承认错误 完美的计划 自私的行为 全面的了解 平等的对待 一些家长的观念 过分 作文 客观 转变 关于灰姑娘的讨论 一旦 对待 交换 承认 难免 平等 理由 作者的思考 自从 价值 单纯 买书的时候 我一般会先看看前面的目录 这样可以了解书的大概内容 这不是一篇研究型的文章 算不上是一篇论文 这个地方的标点用错了 这是书的名字 应该用书名号 你现在完全是在说废话 解决不了问题 灰姑娘是众所周知的童话 它原来是欧洲很多国家都在讲述的民间故事 后来由法国作家夏尔佩罗和德国的格林兄弟 采集编写而成 目前大家熟知的有两个版本 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在全世界流传 灰这个词 灰这个词 在汉语中既可以指尘土 也可以指颜色 形象地描写出了灰姑娘生活的环境 灰姑娘应该怎么做 你读过灰姑娘这篇童话吗 简单地讲讲这个故事 如果你是灰姑娘 成为王子的心上人 并进入王宫以后 你会怎么对待继母和姐姐 作者认为应该承认 人性中一些先天的不完美 你同意她的看法吗 真的 aanến 女人 跳